两军交战前夕,主帅却偷偷溜走,他说, 敌人必定投降,后果真应验唐朝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繁华的一个朝代,却在安史之乱后大伤元气,逐渐走上了下坡路,不过虽然国家的风光不在,但是能人却并不会因此而消亡,在安史之乱中,安禄山以及部将史思明反叛朝廷,并发起了叛乱,在郭子怡的推荐下, 李光碧走上了他的军事生涯,此后,李光碧接连打了多场胜仗,在平定,安史之乱的战争风力下了赫赫功劳,因此,还被封为天下兵马赴元帅,复方结束时,安史之乱平定后,李光碧更是因为战功被推卫中兴第一,获刺铁拳,一个骁勇善战之人,并且能够打下许多胜仗的人, 除了自身的武力极家之外,必定也是一个懂得军事谋略之人,李光碧自然也不例外,此人在国家威劳之时,被临时任命卫军队的副元帅前去停定战乱, 当时李光碧军队是处于下风的,无法抵抗敌军攻打洛阳的脚步,此时的李光碧权衡在三后,决定先在自己的大本营,和阳做看敌军的战况,等到叛军攻下洛阳之后,第一个目标便是攻打和阳,并且准备杀死李光碧,李光碧早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, 于是他便心生异己,他下令自己的军队留在城中不许轻举妄动,而自己则带着一小部分兵力逃跑了,更为奇特的是,李光碧逃跑之时,还吩咐周军一定要顶住,不要轻易投降,对方不久之后便会投降,话刚说不久,李光碧就骑上马走了,而独军却有点听不懂,为何对方会投降? 独军甚至以为李光碧是一个胆小鬼,丢下重弹就跑了,就这样,在两军交战之时,作为主帅的李光碧逃命跑了,留下了一成面面相亏的士兵,李光碧逃跑的消息传到了史思明的耳中,他马上派遣自己的手下李日月,带着五百名骑兵去抓捕此人,并威胁他,如果没有抓到,李光碧就不用回来了, 李日月十分无奈,只能带领手下来,到李光碧驻守的地方,此时的李日月才知道对方手中有一千的兵力,倘若两军交战的话,必定没有任何的胜算,当时倘若自己逃回去的话,史思明一定不会放过自己, 无奈之下,李日月选择了投降,李光碧见此十分高兴,不仅没有比喻李日月,反而上报朝廷请命,将疾风被诱金武大将军,这个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,高秦辉知道后心中便有点不平衡了,自己能力胜于李日月,现在的地位反而不如他了, 于是在权衡在三支下,也率领军队前来投降,就这样,李光碧不费一兵一组,便让史思明失去了两名大将,军力不胜以往,何阳之位也解除了,两方军队就这样对峙了一年多, 最终,史思明连战马都被李光碧骗走了,只能仓皇落败,参考资料,就唐叔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